吉安相公所为了传承和发扬 传统的太鲁阁族文化 在每年的9月份都会举办 传统歌谣祭足与朗诵竞赛的活动 而今年依旧是在福兴村 花莲清水教会前广场热闹的举办 乡长游淑珍也特别来到了现场 期盼能够借由活动的办理 加身族人的文化认同 以及族群的意识 小小朋友穿着竹服 自信的站在台前 展现足与朗诵及歌舞表演 这是吉安相公所17号上午 在福兴村花莲清水教会前广场 所办理的太鲁阁族 传统歌谣祭足与朗诵竞赛活动 参赛选手不分男女老少 就连年过七旬的七绕也不遑多让 卖力的带来传统歌谣演唱 为活动增添不少乐趣 那首先小朋友他在每一年都会参与 这一次的一个演习会是因为我想要让小朋友 更多接触我们太鲁阁族的一个文化 然后不断的扎根这样子 那当然在这个当中我当然是很希望小朋友 借由这样的演习会 然后让小朋友有更多的 就是加强语言上面的一个文化的传承 不断的延续我们在部落里面的一个生命力 今天乡长游淑珍也情职到场 除了与竹人们拍手同欢搞歌共舞 也为这次在竞赛中的得奖者 颁证精美礼品 我们相信这是语言的传承 更是代代的部落文化的生根 吉安湘公所希望更到位部落的语言传承 更要开启连结地方村里族群融合的要项 所以今天在清水的教会里面 也看到了不同族群的好朋友 一起来集思广益 我们希望我们快乐学习在吉安 部落文化代代算成而不会中断 吉安湘长游淑珍也感谢竹人们 用行动展现出对乡公所的支持与认同 而公所团队也将会持续推展部落建设 文化技艺及记忆产业等多元面向 协同竹人们深耕太鲁阁足文化根源 在吉安这片土地上凯枝善业生生不息 记者许立琴吉安湘报导 请看明 Prov được电视營 我 明不应